埃羅超過一半的傷害 都是來自於普攻 普攻不僅能加怪疊層的速度 還能讓埃羅一直劈一直爽之外 滿層被動還擁有70%的攻速 跟30%的吸血 代表說埃羅是一個內建吸血的變態角色 我就想到 如果埃羅出爆擊攻速流 這樣子一直劈一直爽很痛之外 連普攻都超級痛 那為了強化我的爆擊傷害 我奧義帶著爆走 你們覺得如何的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劉哥 I'm Yuga 這場我的埃羅帶上 悟空那位暴走啦 一般埃羅應該會帶猛攻吧 猛攻跟暴走最大的差別 就在於前期跟後期的強勢程度 猛攻可以讓埃羅前期清兵線速度快一點 然後技能傷害高一點 可是在後期的話 埃羅絕對帶上暴走 或者那個暴怒 普攻暴擊下去肯定是更強的 我稱之為這套裝備叫做 暴走流埃羅啦 現在我要去斷兵線 斷兵線你一定要能夠 屌打你的對星英雄之外 還要注意對面的法師跟打野在哪邊 不然你走到這麼深的地方 你萬一被對面團團包吻 你還是死路一條 所以斷兵線一定要切記 除了要打爆、吊打對手之外 你還要注意對面的法師跟打野在哪邊 那斷了兵線純粹就是為了耍帥 因為斷了兵線老實講 我現在也不能幹什麼 只能耍帥一下 證明我前期就是比你厲害 而且我這場奧義還是在暴走 葉娜是完全拿我沒轍的 因為葉娜她要強 一定要在四等之後 可是她四等之後 你們注意看我這場的魔紋 不不我的技能帶什麼 狂熱 現在狂熱會增加25%的額外韌性 再加上我的韌性血 我就有60%韌性 請問葉娜怎麼樣才控得了我 你控不住我的,你抓不住我的 這就是我的爆走流埃羅 另外我最近影片很少會叫大家 幫忙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通常都是講按讚居多啦 可是我看了一下五月份的數據 五月份有看我影片的人 只有32%的人有訂閱 我的天哪 只有三成的有訂閱 那請問將近七成的你們在哪裡 讓我看到67%的人 訂閱按下去就對了啦 好啦,那前期的埃羅就是趕快找經濟 因為我們這場的打法 就是走一個後期爆走流 那普攻很痛的玩法 所以要趕快把經濟弄起來 因為我這場對到葉娜 為了我不要膨脹 所以我第一件直接出了騎士板架 來增加我的防禦 這樣葉娜突然衝出來爆打我一頓 我的血線還可以保持在還不錯 甚至我還有機會直接反打一波葉娜 這就是我的玩法 雖然埃羅本來現在就還蠻強的 那葉娜現在還蠻弱的這樣子 但至少啦 埃羅在前期來講 所向披靡、所向無敵 在後期的時候更不用說 我這個普攻爆走流 那我一直在強調普攻爆走流 你們一定要看到最後 你才能知道這個爆擊有多麼的療癒 我非常喜歡看到爆擊數字 因為爆擊數字通常都會比一般的 來得更粗一點 像翠翠就有點太細了 希望他可以再吃肥一點 啊 我就更愛囉 那這邊搶個蘇哈 葉娜是絕對搶不過的 因為我的P絕對比你還要更痛 你要繼續跟我打 我還有狂熱 請問你怎麼跟我打啊 你看他變換型態 我P你我P爆你 狂熱開下去 我的血量還一直回 接著我們再用大招來個完美收割 而且大招是無敵效果啊 在塔裡面塔根本打不到我 太爽啦 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玩起來就是這麼好玩啊 不過我覺得埃羅在 雖然我一直強調這個爆擊流 是現在不是那麼主流的玩法 不過我是有理由的好嗎 因為我們每次在團戰 埃羅我每次滿城 我二技能就會直接P下去 那每次P完啊 我被動會馬上清零 我要透過一個普攻 一個普攻 來把我的被動疊滿城 就算疊到滿城啊 二技能還是需要冷卻時間 可是你們知道嗎 埃羅的每一下普攻 只要打到對面的英雄 都會減少二技能冷卻時間一秒鐘 所以我增加了攻速 等於說我二技能也減少了冷卻 而且我被動也可以更快的跌到滿城 那這邊直接來到魔龍路支援啦 可是我扛到太多下沙啦 而且只有羅娥一個人來陪我打 後面兩個人好啦 你們猜得很棒 沒事沒事 因為我在這個凱撒路啊 過得有點太寂寞太無聊啦 跑進去魔龍路玩一下也是合理的啦 那現在再來吃個凱撒 那吃凱撒的時候啊 二技能不要隨便亂批 因為你一批完 你的被動又要重新疊 你沒有這些被動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增加攻速跟吸血 我後來思考了一下啊 發現一件大事情欸 欸他們選葉娜是 是要殺我們這一隊的誰啊 葉娜好像 我們這一隊的每一個人 他都好像沒有辦法殺得掉欸 我們家的射手是小丑啊 二技能一開 哇葉娜可能會被他反殺喔 那至於我的話就更不用講 我們家輔助還是一個塔啦 他也打不死啊 蘿兒滑來滑去 還會把葉娜滑爆 所以葉娜在這個版本 老實講啦 容錯率是偏低的啦 終於要來打架了 看打架畫面啦 這邊齊爾在吃藍buff 他這個你不太行喔 大招直接開 結果齊爾的大直接飛小鬼怪 在飛到我身上 最後一個P 再一個普攻 直接跟他說再見 我沒有出任何的那個 雖然我有出颶風雙刀 可是是還蠻後期才出到喔 所以我在前期還是會出任性鞋 來比擋那個葉娜的控制 颶風雙刀出了之後 我也不會把任性鞋賣掉 換成其他鞋子 我不會 因為颶風雙刀是你要有暴擊 才會有短暫的任性 那萬一我沒暴擊 我不就掛了嗎 所以為了避免這些 為了容錯率啦 所以任性鞋我是不會改定 那下路有個天空巨龍 可是兵線不太優 中路感覺可以稍微點個塔嗎 好像沒機會 就看到那個亥犽居然給我在偷打我的天空巨龍 這場會贏 我覺得很大的因素會在於陣容 你看對面的英雄 他們輔助還是一個大象 大象他要解誰的控 我們好像控制沒有幾個 所以他們選大象也沒什麼用 那至於亥犽的話 他也要到後期才能有辦法一轉多 不然他轉出來 瞬間就被秒掉了 所以大象這邊開了大招 想要直接抖出來 但我發現不對耶 我們隊友好像狀態都不太好 大招直接開 然後飛這個亥犽 亥犽 再見啦 跟亥犽說古拜之後 哇阿茲卡這個推 再加上齊爾 這個 哇我們隊友爆炸了 剩下我跟塔拉 而且我超纏 不要 欸我居然沒死欸 我沒死欸 太nice啦 塔拉交給你啦 塔拉好像走不掉 那剩下我一個欸 好我加在的是 對面只剩下下路那個高地 而且下路高地剩的血還只有一點點 那這個藍呢 我想搶搶看 因為埃羅二技能很痛 我真的搶到了欸 現在是有凱撒的喔 而且我的聖劍跟颶風雙刀都出來了 我現在普攻給你們看一下 爆擊1900 那如果我是埃羅的第三下普攻呢 爆擊傷害會更高 來到了2300 因為埃羅每攻擊三下 那個第三下傷害是有140%物理攻擊加成的喔 所以第三下普攻特別的痛啊 看到我們家打野 艾蜜莉在吃凱撒 我們過去幫忙打一下 不然看他吃好像有點辛苦啊 畢竟艾蜜莉算是比較戰士型的打野 傷害比較偏低 所以他吃凱撒很慢 吃完就看艾蜜莉會把龍放在哪喔 喔看到艾蜜莉他的位置 肯定非常專業 他會放在下路 對放下路就對了 因為很多人明明對面中路跟上路都沒有高地 硬要把龍放在中路跟上路 對嘛讓龍去噴掉那座塔嘛 那在等龍跑過來的時候 我們先試個紅buff 這樣子我們普攻也有額外的緩速效果 我感覺快要打起來了 你們覺得咧 差不多了吧 上路兵線帶掉之後 看到這個齊爾直接開大欸 他開我們的蘿兒 可是蘿兒一滑起來 哇那個齊爾直接掰掰 那我大招直接飛對面後盤 兩個人都被我飛到了 來一技能二戒一隻P兩個欸 那兩個人直接掛掉 再一個菸啊 成功拿到了3.3 那遊戲就這樣結束了 不然我還想要殺對面的大象啊 欸這個普攻暴走流的埃羅 還不做完欸 後期雖然暴擊傷害大概2000左右 但是我的普攻速度是非常快的 但是這套裝備就是缺少了坦度啦 自己再斟酌一下囉 那也別忘記幫影片點一個大大的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又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